三位男性選手的手牌 起手牌都蠻OK的喔 多男性 哎呀!9萬 八百 打9萬啦 我會打9萬啦 因為這已經沒有聽羅斯的機會了喔 對 那你還有可能進2條啊 5566條還比較水一點喔 9萬 打3條 碰碰糊嗎? 拼了 打3條還可以進47條啊 這個時候打5丙 我打3條的原因是 如果我碰到47條我再來猜對子 沒有的話我就打碰碰糊 你也知道我打牌都有備案 是 就是給自己兩邊的抉擇嘛 這時候先現扁 然後做這個47條的聽口 5丙喔 就5丙囉 你自己剛剛打過的 再打 像這個我覺得 這個想喔 我就會覺得 我是泡溫哥我就不會打桶子 不然其實你猜 你猜對應該是不需要任何的思考 我是說如果這次7條7年又吃到 然後又打7丙 我就很確定你要大桶 我就很確定你要大桶 9萬碰起來 聽牌47條 7條誰摸誰打 這邊再轉成25條 2條被碰斷啦 他沒看到是不是 2條然後你自己再碰 47算說斷一邊還有4阿 對 你這樣子25就 就 剩個一張嗎 而且剛剛5條 沒有人要吃阿 剛上 加龍也沒有要動牌阿 沒有 而且你要這樣碰 你剛剛就要打碰碰壺了吧 你要率先聽牌咯 繼續盡聽 我打直線碰碰壺 搞不好已經快成功了 是 對嘛 你剛剛就打直線就好啦 哇 他就胡到碰碰哥阿 有嗎 剛打直線就好啦 這樣繞 4條 湖了吧 西風碰碰碰壺舞台 倒牌OK 舞台 恭喜 俊德師傅 晚安 俊德晚上好 有 有 有 但少爺是個碰碰壺的進帳啦 雖然說就是是 胡到碰碰碰哥 但是至少 跟加龍來到了這個 回到一摸的差距阿 沒錯 這個4400分 所以又是蠻可惜 又是可以自摸的牌 就是有可能就是 打直線可能 會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看起來應該還是清零會 走得比較前面啦 因為其他三家的牌 其實 沒有太好喔